就对这个简单的应用PD 区域介绍到这里 然后现在后面的时间 我们交给我们的美女会计师Sherry 给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会计方面的一些知识和问题 Sherry,你这边的话我给你开一下 OK,Sherry 后面的时间交给你 OK Hello OK 我这边 OK,各位朋友大家好 可以看到这边是吧 行,大家稍等一下 我把我这边的PowerPoint 与大家共享一下 稍等一下 OK 我这边的PowerPoint可以看到是吧 可以,这边没有问题 但是你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在右手侧 就你的鼠标所在的位置 有一个小黑黑颜色的一个框 我不知道是因为屏幕的原因还怎么样 你可以试一下 拉一下屏幕看一下 或者是全屏 让他那个全屏呢 你播放一下环灯片试一下 可以看到吗 没问题我们可以看到 好,OK OK,你这边 OK,现在好 OK,是吧 OK OK,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一言会计Q&T的Sherry 根据我们之前提前做的那个广告介绍呢 我们今天的讲座将覆盖到的一些问题 一些话题还是比较多的 也比较杂 而且今天来的朋友还挺多的 所以为了等会儿在Q&A环节啊 尽量节省大家的时间呢 等会儿讲座中 如果遇到相关的问题 有类似的问题可以留在那个评论区 这样稍后我们会尽量按顺序一个个来回答 就是有类似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统一回答 OK,今天的话题 我们会主要围绕着政府的各种四季和补贴计划 那当然这个四季和补贴计划当中呢 就有最近因为受疫情影响 个人以及企业报税的一些变化及方法 以及呢我们重点的会提到Jobkeeper的工资补贴的申请 最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 我们会稍微讲一下就是投资房的部分 当然就是这个部分呢 虽然说与最近的疫情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报税季节也快到了嘛 所以大家应该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建立在目前的疫情已经到了 就是后期的阶段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多多少少对目前几个月出台的政策 也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各种公众号呢 公众平台呢也推出了很多补贴呀 然后刺激计划的一些介绍 我想大家已经了解的有些8899了 所以说我这边不会说每一个细讲 但是嗯还是尽量的稍微过一遍 这样但我们就挑重点来说吧 好吧就是因为有些其实已经已经过去了 已经结束了 那有些最后面的朋友会有一些帮助的 我们就稍微聊的多一点 嗯好了就不管企业和个人 大家目前普遍关注的这些计划 来自于联邦政府 税务局以及昆州政府的具体有哪些呢 我们先从这个啊 税务局最早颁布的生意资产的 即时和加速折旧开始说 这边我跟大家额外的放了一个 好朋友让大家看得更方便一点啊 这个政策呢是针对于营业额低于 五个亿澳元的企业 那在过去呢这个啊 即时折旧 它是嗯针对于啊 营业额在零点五个亿啊 五千五千啊 零点五个亿澳元的一个企业的 然后它的那个折旧的 即时限额是三万 但现在被增加到了十五万 所以说呢 只要是在三月十二号 到二零二零年 今年的六月三十号这个期间 嗯购买了低于十五万澳币的 这个资产呢 是可以直接抵扣的 那么如果是说 您购买的资产多于这个限额 十五万呢 也是可以运用到说 输入局在同时推出的一个 加速折旧的抵扣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抵扣百分之五十 然后呢再按照之前的方法进行折旧 那如果是说 因为这个时间 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这个时间其实是在 嗯 即时折旧的时间是在 今年的六月三十号就结束了 嗯 那么在那之后 如果是你还要买了更 就是说 不管是高于十五万 还是低于十五万的资产呢 我们怎么去折旧呢 你同样是可以运用到这个加速折旧 当然即时折旧十五万是没有的了 加速折旧的方法 就是先百分之五十抵扣 然后其他的 可以按照当时的折旧率去抵扣这样子 嗯 这边可以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呢 这个十五万的限额啊 并不是说是针对您所有的资产 而是说单件资产 比如说您在六月三十号之前 在这个时间段购买了好几样 低于这个十五万限额的资产 都是可以同时拿去抵扣的 并不是说啊 总额不到不到十五澳元啊 十五万澳元 嗯 就说了这么多 我这边其实跟大家简单的 列了这个简单的test 大家只需要根据您这个资产的购买时间 代入 然后根据资产的价格进行代入 您就知道说怎么去折旧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刚的啊 在同时呢 税务局又啊 推出了一些延迟税务申报和刺啊 和缴纳的一些政策 嗯 因为为了抵御就是说 这个疫情期间的大家的一些 现金流的问题嘛 税务局可以可以啊 给予大家在疫情期间 一般是四到六个月的税收延期 主要是针对企业的 当中主要包括了啊 预缴税啊 消费税 所得税 还有员工税等等 包括福利税等等 当然受影响的企业呢 还可以同时退回 如果是说您在 19年的7到9 以及10到12 有交一些预缴税的话 这个PAYG的installment 是可以在目前退回来的 所以说也是更好的保证了 大家目前受疫情影响的 一个现金流问题 嗯 嗯 另外根据税务局的一个说法呢 他们是会免掉说 您在1月23号之后产生的一些 就就因为 嗯 欠款吧 产生的一些罚款和利息 嗯 当然这个政策不是自动生效的 所以说如果 这方面您 被charge了一些利息和罚款的话呢 您可以联系税务局寻求帮助 嗯 接下来在疫情期间呢 税务局同时提供了一个 在疫情期间帮助大家 在家工作时的一个简化的 申报啊 日常 帮助那些在家工作的人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 对于 日常费用的一个申报的方法 嗯 因为疫情期间很多的人 需要进行远程工作嘛 所以说 嗯 这个办公 费用抵扣的新规则呢 嗯 是从啊 三月一号开始的 嗯 这个简洁的方法是允许大家在 在家办公的时候按每小时啊 八毛钱 零点八元 每小时来计算 在家的一些 工作的成本 当然这个成本呢 一般包括了 嗯 在家工作所需要的一些电费啊 一些电话网络费啊 等等 包括一些呃 办公设备的折旧费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 所以大家不用去做额外的折旧计算就可以啊直接获得这个抵扣 当然呢 这个简化的方法并不是说限制大家用之前的方法对于在家办公这个费用去做抵扣了大家可以选用之前的方法的嗯 提一句的是这个三月一号开始实行所以之前的是不能够运用这个简化的方法的呃对于提前领取养老金这一块呢嗯就不特别说明因为这一块是要你能证明说嗯不管是说您是嗯个体户还是说您是在拿一些政府补助还是说您现在正在上班都需要满足税务局的一些条件之后比如说如果是您是嗯 在上班的员工您需要满足您现在的工作小时数或者说收入降低20%以上您才能够去提前领取养老金啊 税务局给出的是说在今年的6月30号之前是可以领取最多1万然后在明年21年的6月30号啊之前可以领取在7月1号之后可以领取另外的在20年的7月1号之后可以领取另外的1万元嗯但这个就是目前来说不是说特别建议大家去这么做了因为养老金嘛 一般是我们是留给说养老之后来用的除非是现金流真的有困难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就是昆州政府推出了哪些嗯帮助我们的政策嗯目前来说昆州政府推薦了这一些关于州税啊的减免和延期比如说这些州税包括地税土地税工资税都都是每个州去啊收取的税收 这边啊注意的是啊这个土地税的这个延期虽然是自动的不需要申请但是工资税的延期和减免是需要大家按照就是之前啊一般都会收到邮件所以说一般是按照大家提交的那个方式去申请延期的需要昆州政府特别申请 嗯接下来接下来的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第一轮的刺激计划的一个核心啊就是现金补贴计划在前段时间这个东西也是被大家特别多的在讨论嗯 嗯不过鉴于这个其实4月28号左右大部分的企业就已经已经成功领取了所以我这边不过多的说明如果大家在计算上面或者是说嗯还目前还没有收到退款这样我们可以其实接下来再具体沟通嗯不再有大家过多的时间 另外的这个昆州的政府担保包括啊我这边还没有写到的一个联邦政府的啊这个昆州的DC贷款以及联邦政府其实也推推出了一些年底押贷款这类贷款呢对于昆州政府的这个最高啊不好意思啊我这边的pop point有点错误就是最高应该是25万的贷款嗯这个政府其实到目前来说昆州政府是要拿出10个亿去 去解决这些嗯小生意的目前的一个现金有问题嗯但是这个贷款呢目前其实在上个月已经全部关闭了嗯这边提醒一下大家的是说虽然因为我们有很多客户问到我这边就统一说一下因为有些申请提交出去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回复的朋友其实不要担心在耐心的等待大概几个周因为据我们的了解目前的审理已经啊到达了啊就是提交日期的4月初这个样子啊所以说 大家也就目前不用担心了一般只要是提交成功的到目前收入局都会审理其实这个金额是从最开始说放出的5个亿然后因为不够嘛然后迅速增加到了10个亿 最后我红色标注的部分这个job paper payments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了 其实这个保护说这个job papers payments呢就是顾名思义这个是为了说保障企业当中原有员工的一个补贴嗯这个对于雇主和雇员都是有一定条件的嗯目前来来看呢第一期的就是4月份这一期的payments呢大部分都已经发放了嗯但大家还是跟大家简单的提 提一下这个雇主雇员的相关要求啊因为我们等会会跟大家细说那个嗯前段时间不久刚更新的一个嗯一个alternative test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边还是简单跟大家提提提这个基本要求吧对雇主的要求是要求嗯如果你的营业额低于10个亿 你是要能够比较你啊至少有一个月的营业额相较于去年同期是下降了30%以上的那如果营业额在10亿以上呢你要证明这个下降的比例高达啊50% 不只是30%了在这个前提下呢符合要求的雇员需要在啊3月1号这天被这个雇主所雇佣了不管是说后面是不是嗯就是说经历了如果在后面因为说嗯一些shopping center已经关掉的情况下暂时停职的 只要是说在后面4月份的时候都已经返回来工作了也都是满足条件的嗯那他可以是全职兼职或者是长期的一个临时工这边指的就是说要满足12个月以上如果是临时工的话他还需要在3月1号的时候呢已经啊满16岁这个是在后期税务局更新的一个条件嗯另外是3月1号的时候他要已经是拿到了澳洲的公民以及永居居民或者是说 他是444等啊新西兰的一些嗯工作签证在澳洲啊我们这边有个客户啊就是他有一个嗯fulltime的employee比较不巧的是他是在20年的3月3号拿到了这个permanent resident就是这个pr的身份那那据我们跟税务局了解就是就晚了两天他也是不符合这个领取jobkeeper的这个标准的他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去领取centerlink的其他补助比如说啊 嗯jobseeker就是一个求职补贴 嗯同时呢这个员工也只能向一位雇主领取jobkeeper的补贴就是一个对于员工的条件另外呢他如果是在领取jobseeker的话是不能领取这个jobkeeper的所以说如果是他要就是说已经提名要领取啊jobkeeper的补贴的话 他需要跟他的centerlink那边说明取消掉他现在正在领取的求职补贴 嗯目前来说我们对这个jobkeeper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那刚刚讲的那个雇主要求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税务局在早期所说的一个basic test 那我们其实有一些大家就会有一些问题呢如果我们达不到basic test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其实后税务局在后期呢问了就是说降低这个jobkeeper的门槛 跟大家推出了一些替代测试嗯也也推出了一些更新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这边整理的几个问题 那这几个问题呢是在前一段时间内我们经常被客户问到了一些可能在做的也会有一些类似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外资始股的百分之百的公司可否申请jobkeeper 嗯在这个政策其实是在后期 嗯就后期政府的一个更新当中特别提到的 嗯一般外资始股百分之五啊百分之百以上的公司呢是不能申请的jobkeeper的这个是一个一个更新吧 但是呢如果是海外控股呢在百分之一到九十九之间就说不到这个百分之百呢 同样还是可以有这个领取的条件 但是呢因为海外始股可能会涉及到整个集团的turnover已经达到了十亿澳币了 所以说我们就要看说刚刚说的这个那个营业额下降是不是要去跟百分之五十去比较了 另外一个是啊对于新生意运营少于十少于十二个月的可否申请呢 嗯这个新生意一个新生意如果低于十二个月呢 他在他在去年同期是肯定找不到说有这个营业额可以拿去比较的嘛 嗯但是呢对于这些生意如果是不能申请确实是比较不公平的 因为这些生意啊刚刚开业就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这种情况下又不能够按照basic test就是跟去年同期某一个月去比较 那怎么办呢啊税务局已经提供了一些就是我们等会要讲的一个重点的替代测试 嗯它满足它是满足条件的如果是说满足满足新生意运营的一个替代测试的条件的话是可以申请的 等会我们具体的会讲这个东西 第三个大家普遍问到的是啊 如果是我们的店三到四月份在疫情啊最严重的时候确实受到了影响 然后我们也提交了这个job keeper的申请 但是五六月份的时间嗯或者七八月份的时候生意开始好转了 我们还能继续领取这个补贴吗 嗯确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啊最近目前的控制比较到位嘛 然后城市逐渐在解封 然后这个经济重启之后如果我们的营业额升高 然后我们不再满足这个营业额降低了30%到50%的这个条件 那我们还能继续领取后面的job keeper吗 嗯就是营业额没有降这么多了是一个好事情啊 那这边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告诉大家说 尽管如此只要我们最开始进入到了这个满足这个test 就说我们一开始满足了这个降低30%到50%的要求之后 就算我们的营业额提高了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领取这个job keeper payments 第四个嗯是有少部分客户用到啊啊问到 说关于如果是运营公司啊满足营业额下降的条件 但是嗯运营公司底下又没有员工 他的内部服务公司可否可否申请呢 嗯这个我给大家列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图表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就说这个针对于说 如果你有好几家公司 然后同时被一家总公司所百分之百控股 然后您的运营公司是对外的吗 嗯他们这几个蓝色标注的运营公司都是对外的 我们叫operating company 这些公司都是对外的 他们呢但是他们所有服务这些公司的内部员工 我们都是放在这个service company底下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service company 他不能证明说我们的营业额下降了 因为通常来说嗯一个内部的服务公司 他的营业额是取决于说啊他的一个成本比例的 所以说当成本比例不变的时候 内部公司给他的服务费可能都没有什么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是可否领取的吗 啊税务局嗯给出的一个最新的说法是可以的 这个具体的如果是有相碰到相关问题的朋友 如果没有了解太清楚的话下来我们可以再讨论 啊接下来带着刚刚的这些问题呢 呃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是满足不了 满足不了基本测试就是basic test 我们怎么去就是我们怎么去根据嗯我们怎么去根据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营业额的一个情况去使用这个替代测试呢 这边税务局更新了嗯七种七种特定的方法嗯为我们降低了一些门槛 这边由于时间关系呢就是嗯我们就着重为大家讲这两个大家比较常见 相对来说也是计算会稍微复杂一点的 第一个是新成立的以及营业额啊大幅度增加的这样两个例子 对于新生意对于新生意的替代测试呢 这个前提啊就写在最上面这个前提是这个生意不能说新到他3月1号还没有开始营业 对吧因为3月1号已经嗯有一定的疫情影响了 那如果3月1号之后才营业的话就很难去比较了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嗯前提 那对于这个新生意开始的时间嗯就是我们做我们这边有两个方法啊是以2019年的2月1号作为一个分界点的税务局提供了这样下面两种方法 在2月在1212月1号之前有有这两个方法在2019年12月1号之前注册的公司就算没有满一年 它是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使用的那在那之后注册的公司呢就只能运用方法二了 那这边不管是哪个测试啊我们都有一个测试月测试季度的说法我这里也叫对比月或者对比季度我把它放在嗯最右边的啊就是这个框框里面便于大家随时可以拿出来对比就是对比月指的就是2020年的3月或者4月 二对比季度就是指的2020年的4到6月这一个季度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就是要 实时的参照这个对比月和对比季度 方法一很简单了就是我们始终红色部分标出的我们始终都是拿2019年的12月1号到2020年的2月29号这个期间的数据去对比 如果是说你要对比季度的话那当然这是一个季度的数据就直接对比就好 如果是对比月呢那就把这个季度的啊营业额除以3跟我们上面说的对比月去对比就是3或者4月 对于方法二呢也是根据生意开始时间就是说开始的时间有一个小小的差别了 如果这个生意是嗯2月1号之前开业的那可以计算就是3月1号之前有多少个整月这边举的是一个例子 这是19年7月5号开业的一个生意 所以在2020年3月1号之前呢它有7个整月大家数一下是不是啊 然后这7个整月的平均月营业额与对比月去对比 或者是说呢平均季度的营业额那平均季度怎么来 也就是平均月乘以3去跟刚刚说到的平均季度 对比季度去对比也就是2020年4到6月 那如果是生意是20年的2月1号之后才开业 当然前提是3月1号之前了啊 因为没有又在3月之前3月1号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整的整月去对比 我们怎么办呢就只能够说把2月的每天的营业额做一个平均 然后呢再乘以2月一共有29天去跟对比月对比 或者是再乘以3去跟对比季度对比 说完这个替代测试的第一个已经觉得很绕了 但是其实怎么说刚刚 税务局关于这个第一个测试是好几页的 我这边已经尽量的跟大家整理成这样的两个方法 然后按照时间来看 不好意思 尽量的已经跟大家整整理成这样的一个例子 然后大家只要选定了你的开业时间 然后选定了对比月或者对比季度呢 其实带入这个例子当中就非常清楚了 要不然我这边跟大家一直讲这个也是非常晕的 关于测试2呢 替代测试2呢 是针对于那些企业营业额有大幅度增加的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根据基本测试呢 其实就不是很公平 因为有可能我们得到的结果啊 就是跟去年的同期营业额相比呢 我们得到的结果虽然受到了疫情影响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得到一个营业额不降反增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们的情况在好准 我们本来就是在处在一个企业不断在进步 在大幅度增加的一个状态的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做这个测试呢 我先输一口气 这个测试又有点长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测试呢 其实是两个测试 就是在我们最后去对比的这个对比月和对比季度 去做那个测试之前呢 我们要提前有一个满足条件 提前有个测试 这个测试呢 是测试什么呢 测测我们的营业额确实大幅度增加了 这样是不是就好理解一点 就是我们怎么去证明我们的营业额有大幅度增加呢 根据这边税务局提到的啊 不同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证明过去的12个月 你的营业额增加了50%以上 或者是6个月你的营业额增加了25%以上或者是过去的三个月你增加了12.5%以上 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当中的任何一个你就可以啊跳一步了进到下面的这个对比方法当中去去按照常规去对比了 嗯那我们我看一下啊 这个那我们还是稍微讲一下这个这个就举第一个例子吧 举一个第一个例子 如果要证明过去12个月我们这个营业额增长了10% 你就需要比较嗯 你的20年的2月和19年的2月的营业额做个对比 这样子就很兴趣的 就是12个月的当中嘛 嗯营业额有超过50% 就是说啊2020年的2月份 是至少是2019年2月份的营业额的1.5倍 嗯这边嗯拿第一个例子说一下吧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如果是说我们选择的是啊 对比季度啊 对比季度 然后选择的对比季度是2020年的4到6月份 然后我们选择的满足条件是 2020年的12个月增长50% 嗯我们怎么去做这个测试呢 举个例子 呃比如说您的2020年的3月份 您比2019年的3月份营业额增加了50%以上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本身要做的测试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本身要做的测试 2020年的1到3月份增加了30%的营业额 就如果说我们营业额低于10个亿的话 这个条件就好了 因为原本来说我们是要跟去年的4到6对比的嘛 但这个条件下因为我们满足了上述的满足条件之一 所以我们的比较方法是用2020年的4到6 这个季度的营业额跟前面一个季度的营业额比 嗯 嗯 关于我们最后的一个 预期就是预期要讲的一个投资房的申报和复扣税呢 嗯 就虽然说这个话题与我们的疫情目前来说没有什么相关呢 但是就是到报税季了嘛 还是有很多人想可能没有涉及到投资房这一部分申报 可能还是想要了解一下 嗯 我这边稍微问一下大家 大家能用到评论区的留言吗 现在 啊 没问题 现在已经有评论区的这个留言了 是吧 那我可以现在问一下大家 大家这样子好吧 就是嗯 因为这一块话题我不知道是说我们还是说留更多的时间在Q&A 还是说这部分 嗯 这部分呢 我们会涉及到这几个问题 要跟大家先讲一下 我们会可能会讲到说投资房的申报 和抵扣 然后呢 嗯 买卖的增值税 那重点我们可能要讲的是主要住宅的增值税以及六年法则 那最后我们会提到一下就是目前来说刚刚有一个新政更新的 是说一个海外的一个居民呢 目前就不再享受一个主要住宅的免增值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那我想看一下说大家对这几个话题我就想知道我怎么就放更多的时间在哪一块更有针对性这一点好吧 就是如果是想知道说关于投资房申报的基本方法的以及付口税的能回忆一下 你那个这样吧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评论区的留言 对你帮我看一下对关于什么问题 嗯 这样你现在我觉得很多人进来的话很多对投资房这边啊大部分人可能有投资房 把投资房这块你这边还是讲一下吧 嗯还是讲一下是吧 行好的好的我们前面的时间也OK 那我们这样子我们投资房申报和可抵扣费用这边呢 我们就嗯就是主要主要的代过一下 然后我们重点的会讲这个免增值税这一块以及六年法则好吧 我们会去跟大家举这几个例子 嗯然后我们这边的投资房申报呢 就是说嗯就是说当您确定为您这个房子作为投资房之后 它会有相应的啊投资房的收入以及投资房的费用 投资房的哪些费用可以作为投资房申报的抵扣呢 也就是去抵您投资房的收入呢 嗯一般是我们会说到了一些啊贷款相关的费用 一些呃物业物业管理费 一些房屋管理中介费 日常的费用包括一些保险物业水电地税 市政厅等费用 那其他费用我们这边主要提到的是一些资产折旧啊 就是我们需要请专业的折旧师去做的一个折旧报告 其实这一块其实不是说大家是实际上真的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费用了 因为评估师会评估我们这个房子啊 未来40年会每年折旧多少 那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东西呢也是我们可以放到啊我们的抵扣的一个费用里面的 那通常来说这一项和通常来说这一项就是很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大的获得一个投资房 呃 复扣税的一个一个一个费用吧 就是通常来说因为我们实际上没有这个费用支出 但是我们却得到了投资房复扣税这样可能一遍抵扣我们其他的一些啊收入 包括我们的工资收入啊啊一些生意收入等等 那投投资房的买卖具体怎么去计算呢 嗯当您这个房子作为投资之后呢 如果是说它不是您的啊主要住宅的一个房子的话 您需要去计算它的增值税的在它里买卖的时候 嗯那个增值税的继税点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因为它不是说按照我们的啊成交合同啊成交日那一天就不是我们的settlement date 而是我们签订合约的那一天就是说我们从签订合约的那天买到签订合约那一天的卖啊 我们增值了多少去去去算这个时间差 对于很多朋友如果是持有了这个投资房超过一年的我们可以得到50%的discount 所以说对于像要缴纳的税收会有一个50%的折扣 嗯这边这边主要住宅的增值税呢和六年法则呢是说嗯关于啊税务局的税法啊 规定说每个家庭在同一个时间只能够有一套的房子作为自己的主要住宅 那这个住宅在卖出的时候呢都是免税的 嗯如果是说这个住宅在卖之前呢用作了一些投资用途 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出租过有过租金收入 但是还是有办法可以享受到啊免免税甚至说是不分免税的这样的一个好处的 那他需要满足的一些条件啊 基本上满足啊两个条件吧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房子在买回来之前啊买回来之后最先是用于自住的 就说这个房子我只有这一套我的主要头主要的居住房我买来先是自住的 然后并且去住了最好是说超过了六个月以上 然后我再去作为投资 然后呢同时我要满足满足我这个投资的时间不超过六年 就在六年之内我啊卖了或者六年之内我又搬回去了 这种情况下是满足说可以啊全部免税的 但是如果是说我这个投资房嗯我住了半年之后我就出租了 然后我出租的时间多于六年呢 就是那我怎么去计算呢 这种情况下也是啊有一种不分不分投不分六年法则的一个用法吧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自住房转投资房可以用不分的六年法则 其他的部分用来交税 这样看我们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这个案例一 这边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更好理解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举个例子是在19年的7月份购买了一个啊 30万的物业 然后我们自住了13年在12年的7月份呢 我们首次出租 股价呢45万 然后出租了7年之后呢 在19年的7月份我们出售这个物业 卖了80万 那我都是用啊每一年的同一个日期 就是按年去计算比较方便 然后根据六年法则呢 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在我们购买之后 自住之后出租了7年 这个是超过六年的 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获得部分的增值税减免的 那么这个交易的计算方法是用是这样子的 是用那个80万出售物业的80万减去我们在出租的时候的估价45万 这个是我们其实是我们实际增值的部分 那我们还要再乘以一个就是我们啊六年的部分是免税的嘛 所以是相当于是七年当中的只有大概一年的时间就是365天是需要交税的 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很多人可能两个误区吧 第一个会觉得说我购买物业的时间是30万 我是不是拿这个去算 那不是我们是按估价啊首次出租的估价的金额 那这边跟大家把这个估价啊特别的标出来 是因为啊你在出租的时候 如果去不去做这个估价报告的话 那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很有可能这个价格 嗯是到最后是就是做出来是不太利于我们的卖价的啊 卖卖家的 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决定这个房子要出租的时候 会涉及到之后会有一些投资房的税收啊 不管增值税还是说嗯就说这个房子可能会面临到增值税的时候吧 我们就要提前去在出租的时候就做一个估价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案例是 举例子这个A叫A的这个人买了一套别墅 然后他住了三年就搬出去和朋友住了 在这期间呢他的房子是免费给他的一个亲属住 然后他12年之后卖掉这个房子 大家可以看到啊他从买了这个房子自住了之后搬出去之后呢 就给自己的亲人住是没有收取过任何的租金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用交任何增值税 因为啊作为就是啊等会再讲另外一个那个例子啊 就是暂时来说是作为澳洲的税民来说的话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嗯就是他是在同一时间是有这样的一个 主要居住房的一个免增值税的那个办法的 他现在就是就算在期间如果没有产生任何的啊租金收入的话 这个时长是没有限制的 就是他一直租租但一直没有收入 是不用考虑交增值税的 这边的案例二呢 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呃住了一年之后搬出去了 但是他其实是来来回回的啊搬进搬出 那他搬进搬出最后计算他出租的总时长呢 是低于六年的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是啊满足这个全部抵扣的这个方法 所以说呢他还是能够全部的获得这个啊自住房的减免 不不论这个六年是连续的或者是间接的哈 嗯这一边呃这个海外税营不再享受增值税减免 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一些涉及到说现在人在海外的 嗯海外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在今年的6月30号之后 就受到了这个政策的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了 因为这边呃特别提到的是在过去啊 不管是海外人士还是澳洲税民啊 从1985年的时候呢都是有这个嗯主要住住宅的全部或者是不分减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 但是呢从啊去年年底啊 其实是其实是从啊17到18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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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到18那个那一项17到18那一项嗯那一年开始的就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提案 但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澳洲政府正式通过了这样关于一个非澳洲税入居民不再获得 这个政治税减免的一些条例那这个真这个政策的制定是非常的呃曲折的 因为在1718就被提到嘛 然后后来又延期到了19年6月30号继而又到现在的20年的6月30号 就很遗憾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说呢虽然30号现在马上快到了嘛 但是嗯这个事情应该是已经尘埃落定了就说嗯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前有一个过渡政策那之后的话几乎所有的海外税民 这个海外税民包括呃这边提到的移居到海外的澳洲人你是有身份的 但是你长期在海外作为海外税民也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增值税减免了 而且嗯这个这个增值税的计算呢是从你买定这个房产 就是说你可能买了十几二十年了从那个时间的价格算到说你卖的时间的价格的 并不是说从你离开澳洲的时间去计算 所以说如果是说现在在海外的朋友嗯 嗯涉及到之后要去计算这个增值税的话还是比较比较大的一个税收吧 嗯这个过渡的政策呢呃我稍微提一句啊 就是说在17年的5月9号之前买这个房产 同时要在20年的6月30号那没有几天了 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刚刚有提到过这个关于房产的买卖日期是看合同日期的 如果你有幸在2020年的6月30号之前啊 虽然受疫情影响吧房产现在目前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好成交 但如果你可以在那之前拿到一个合同嗯 你还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过渡政策的 所以在那之后呢几乎所有的就是海外税民就不能再享受这样的一个税收减免了嗯 嗯那为什么说几乎呢因为呃出于一个人道主义的一个关怀吧 嗯税务局是说如果是说呃这个这个海外人士他他家里有一些 就是就就直系亲属啊就是孩子就低于18岁的孩子或者是配偶或者自己 面临到有一些得了绝症或者说嗯嗯 嗯离世了或者是说因为离异要有一些财产的风格问题的话呢 嗯也是可以嗯跟税务局沟通去得到这个减免的 但大家这个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啊17年的5月9号之前买 但如果是20年的6月号6月30号之前卖 就还是有这个办法拿到这个这个政治税的之后就就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OK 然后他差不多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在这边因为呃我这边看到是我们今天来参加的还有不少我们的那个客户 然后如果是呃相关的刚刚我讲的内容还是说我们最近的一些其他的政策也好啊或者是说我们推送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的一些文章也好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联系你对应的那个这个客户经理那如果是其他的朋友呢 也欢迎大家嗯加我们的这个微这个公众号以及我们有专门的嗯 专门的同事在负责的这个微信号去解决大家的嗯这个在这个疫情期间吧特别需要帮助的这个时候的一些问题 OK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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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